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一个休想的综合频道 主要分享以五眼联盟为主的最新的政治动态和最新的移民政策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 谢谢你们的鼓励和支持 他们肯定会冻结你的微信里边的钱 因为几乎每个人都会微信账号都会有点钱 你就说一个人有一块钱吧 这14亿人这就是很多钱 你不要看你一个快把毛你不在乎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账号都有钱 每个人都不止一块钱 他把你所有的账号都冻结了 他14亿就到手了是不是 我都不会算 所以我就想说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现在微信账号有钱的话 你应该赶紧的把它都取出来都花了 不要有钱 因为你有钱的话 你就面临着背后被冻结 因为一个网友已经给我发说了 他上面只有几毛钱也被冻结了 几毛钱都不嫌弃 真的缺钱了 其实不是缺钱 他跟他整个系统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个冻结 所以这个信息透露给你们 如果你们账号有钱的话 赶紧把它取出来花了 还转 转组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们是不用这些东西 这个白俄罗斯 这些日子一直在闹 像香港一样 就是叫独裁下台 但是这个白俄罗斯 它是有集体安全协议和几个国家 特别是以俄罗斯为主的 俄罗斯现在就想派兵器支持他 就是镇压那些游行者 但是考虑到和美国 现在在这个特殊时期 终于为了讨好美国 加入印度 唯有中国 所以他正在表现节奏 因为他上次抢了那个克里米亚 那个地盘 他好多的会议 他就不能参加 他没资格参加 他是一侵略者 但是呢 他收了中国的钱 他也没有给中国提供这个武器 但是他把他的武器给了印度 而且他派了3000个以上的军人 去了印度 就是去用这些武器打中国 所以 这是个敏感的时期 俄罗斯就没敢去 因为他比较害怕美国 那他要一去的话 美国肯定收拾他 那么 他就没去 没去把这个白俄罗斯要求他 邀请他去过去制裁这些 他们在白俄罗斯那个街头 就被打得就像在香港一样 打得突破血流的 特别那些 看那个小女生很小 我觉得那个小女生也就十岁八岁样子 被打得突破血流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无赖还没有无赖到 像那些 有个独裁那样的 就是整年整场都不投降 都变本加厉的 就坏了 人家白俄罗斯 已经总统已经说了 这个会 就是说公投 全民公投 然后他会全部都下台 所以 就是还没有无耻到那个风 其实他们才游行了差不多两周的时间吧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推翻一个政府也很容易 两周的时间 气息了一下子就给推翻了 所以政府如果是知道这个严重性 应该是好好的为民服务 那那个 香港用了一年的时间 也 就是 推翻的比较困难 但是他是用借他们去前面 前面后边这个用 要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来推动 才能把他制裁了 所以说我觉得像 如果激国的话 有北京走出去的话 推翻也应该很容易 也应该也不知道 因为这是一个最难产的小刺猬 我最喜欢这个 你看了没有 American first 我经常的说 我的婆家 就是American first 唯有我的娘家 我的娘家是 雄鸡 雄鸡 被围欧了 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也不能 娘家也不听我的 婆家也不听我的 我也没得办法 今天就得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宝贵的时间观看 不要忘记 把你的微信钱赶紧取出来 要不然就以法院的形式 冻结你的钱 这个麻烦了 你知道他这时候冻结你的钱 是法院的 直接给你发那种 那种微信 那种群发 直接就给你冻结了以后 再发一个通知给你 知道吗 绿毛吧